周朝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640年五王伐咒 终于公元前256年秦灭周 共计790年 周朝又分西周和东周 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 这一期主要讲的是西周的心酸历程 周五王灭伤后 为了安抚殷商移民 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 反而善待殷商旧城 他昭告天下 他诸罚的是地心 跟衣商臣民无关 同时他要求贵族要遵奉德性 周朝建立以后 国家的结构与商王朝大有不同 商王朝的疆域比较集中 便于管理 而周占领了商朝广阔的领土 虽然商王朝已经灭亡 但是商朝移民的实力可不容小觑 周能够克商是联合了多方力量 当时周朝无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 都远逊于商 所以周自称是小邦周克勒大殷商 为了治理大疆域 周武王跟周公弹等人商议后决定 采取封邦建国 也就是说周武王把中央不能直接管辖的领土 分别封给 既姓宗士 异姓殷亲以及有功之臣 让他们去封地建立诸侯国 并授予他们公吼伯子南等爵位 诸侯在自己的地盘上享有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利 武王这样做的目的是封建亲戚 一帆平舟 于是周武王封商周王的儿子五根 于殷商顾地殷 目的是为了安抚商朝移民 为了防止五根叛乱 在昭歌东部 西南部和北部 分别设立魏国 雍国和贝国 并派弟弟管输 菜输和货输共同监视 史称三间 为了稳定东方 封尚赋江子牙与银丘 也就是今天山东资博 建立齐国 封弟弟周公与鲁帝 也就是今天山东渠府一带 建立魏国 封弟弟少公与燕帝 也就是今天北京房山区 建立燕国 实在周武王灭伤后是夜不了魅 由于过度劳累 在继位两年后病逝 此时天下尚未安定 政治不稳 周武王临终前 担心年幼的儿子无法担当大任 欲把王位传给弟弟周公鸡丹 却遭到周公拒绝 公元前1043年 太子雍继位 是位周臣王 周公但辅政 周公在中华文明史当中 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是以德治国的首唱者 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创设者 孔子推崇了偶像 他也被后世儒家尊为元圣 无论是从品德还是才华上面来讲 周公都是周武王同胞弟弟中最出色的 所以武王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没有让他去封地 周公但设政期间 出现了三间叛乱 当时管书菜书不服气 他们认为周公可以设政 自己为什么不可以 周公有封地不去 却让他们在这儿监视武根 武根早有复国的野心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他挑唆管书菜书 联合殷商东方就地的徐 衍 蒲姑 怀疑等几十个方国发动了叛乱 周公权衡立毙后 亲自率领大军开启了长达三年的东征之路 三间之乱被平息 武根管书被杀 菜书被流放 周公乘胜向东进军 灭掉了盐等五十多个方国 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了海边 虽然东征取得了胜利 周公认为商朝移民的实力可不容小区 为了使周王朝能够长治久安 分封康书与商都昭歌 建立魏国 管理英明七族 分封商周王长兄威子与印商的祖居弟博 建立宋国 管理商朝移民 将周臣王之地唐书语封于唐国 后改晋国 此外 周公还设立宗法制 也就是说 敌长子为大宗 其他庶子为小宗 大宗为军位的继承人 诸侯国类也可分为大小宗 小宗可被封为亲 大夫 是 分封制与中法制相配合 建立一种等级关系来维护统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管理东方各国 周公迎见陈州洛邑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周公还制定了礼乐 礼仪是华夏文明的根基 标志着中国从此迈入了礼仪之邦 在短短期年的时间里 周公旧乱 克英 建言 建侯卫 迎成州 至礼乐 此后的周朝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期 周公也实现了他的洛言 还振于周承王 为此成就了周公辅承王的千古佳化 周经过几代人的经营 传到第五代君主周穆王时 西周的国力达到鼎盛 其将于东到大海 北到辽宁 西至甘肃 南到江汉流域 威震四宜 并且还得到了周边外族的臣服 他们定期向周王室上贡 但是浩大喜功的周穆王并不满足 他想进一步控制荣敌部落 他不听大臣们的劝诫 两针犬戎炫耀兵威 此举不仅加剧了周与犬戎之间的矛盾 还引起了荣敌部落的普遍不满 此后他们与周决裂不再上贡 并不断烧扰周朝 周穆王的四处争讨为西周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到了第七位君主周一王时 出现了荣敌交亲暴略中国的局面 除了外部矛盾 内部矛盾也不断加剧 随着分封制的推行 周王室能够直接掌控的土地越来越少 西周分封的目的 是依靠地方诸侯来管制广大的领土 由于他们在自己的国内权力太大 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 造成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 到了西周中后期 能够在周王室掌控之类的领土 也只有中周浩金和陈州落役一带 到了第九代君主周一王时 他是依靠诸侯的扶持才上位的 所以有点自卑 在诸侯面前始终抬不起头来 周一王的儿子周立王继位以后 他的性格比较霸道 他不想像父亲一样唯唯诺诺 他想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 他上台后 把老百姓耐以生存的山林川折 贵为王室所有 想要进去打猎 砍财 捕虞者必须交税 此举搞得怨声四起 此后的周立王更加变本加厉 他控制言论 禁止国人讨论国事 围者杀无赦 公元前841年 在最独裁 最强有力的高压政策下 忍无可忍的国人 季节起来拿起武器 围攻周王宫 周立王仓皇逃跑 一路上没人收留 万般无赖之下 只能东渡黄河来到质地 也就是今天山西省霍县东北方向 在质地隐居14年后 一月而终 周立王之子周宣王继位初期 他历经图治 国力得到短暂的恢复 但是到了晚年 周宣王频繁对周边部族用兵 且屡战屡败 损失惨重 公元前781年 周宣王之子周幽王继位以后 他完全没有危机感 他近小人远贤城 荒废朝政 宠爱包四 他为了包四 废掉正宫王后身后 以及太子遗旧 这个身后 就是身国国君身侯之女 身后与太子被废后 逃到自己的母国申国 周幽王为了让包四的儿子 无后骨之忧 决定除掉逃到申国的太子遗旧 周幽王强迫申侯 交出外孙遗旧 惹怒了申侯 公元前771年 申侯联合曾国与犬戎 进攻西州 犬戎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 于是大举入侵 他们进城后 捣毁宗庙宫室 掳走包四 并在立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 浩金落入犬戎之首 西州灭亡 周幽王死后 诸侯们与生侯用力太子遗旧继位 是位周平王 在郑武宫 靳文侯和秦湘宫的护送下 周平王迁都洛邑 建立东周 周平王把犬戎攻占的中周 封给护送有宫的秦湘宫 并封气为诸侯 直到21年后 宗周才被秦国收复